2015年10月2號B16陳家祥來到九族文化村 我們現在來到凡爾賽宮的法式花園 我們現在坐了火車游覽法國的宮廷式的花園 現在的平日人真的非常少 那結合九族文化村 火車大概可以容納大概接近70位到80位 現在大概不到12位 這火車採用機械動力式的 前面還會冒煙 但是最有特色的火車在柏爾 在高雄的柏爾碼頭 你看比較偏向於仿哥德式建築的四個鐘塔的部分 希望噴泉塔 上面可以看到整個聖母 然後手拿的金鑰匙 上面還有兩個天使 聖宗 在上面還有一個避雷針 所以九族文化村的平日跟假日 參觀的人潮是非常非常的懸殊 那今天呢 在從日月潭坐船 在坐著日月潭的纜車 抵達的九族文化村 問簡易的午餐之後 來坐火車 非常的悠閒之旅 不要去人擠人 明天預計去奇美博物館 再介紹整個法國歐洲的建築史 阿波羅篇噴泉 還有包括整個奇美博物館裡面的 六大展廳 十二大特色 再給BE團隊的十六梯次 做個更詳細的介紹 這是我慢慢做 可以一下 但他們如果是年輕人 這樣喔 會氣死喔 這個希望噴泉 我們來複習一下奇美博物館的希望噴泉 然後在旁邊有一個 那個 噴泉旁邊 可以看到整個羅馬的特色 最主要要帶我們去看鐵修師大戰 鐵人馬獸 太炸了 OK 小綿羊 哎呀 十月十八還要去新疆了 就把新疆團給別人帶了 這就是櫻花啊 哎呀這櫻花樹 整個颱風來都快死掉了 可惜呀 右邊 右邊在施工 這是什麼 就是整個九州文化城 整個 欸這是小雪梅 根本工 九州啊 幾點幾點到五